謝謝主席 我是要從一個角度來談這個事情 因為記得在上個會期 我們在委訟委會 就針對曜世瓦的相關事業細則 已經有提過修正案 那修正其實跟生技財運發展條例裡面大統小異 不過把這個案提升到一個新的一個法律來定定 那確實是可以來做討論的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是比較比較納悶 那因為昨天看到媒體報導的時候我有點驚訝 就是說當一個吸尿出來 交給高血壓加利尿 原本他要一個病患要吃兩種藥 那另外一個吸尿出來之後 他的費用怎麼沒有去把原本他要吃兩種藥去扣體掉 而直接講說這個藥現在很貴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有一點有失公平 這健保這個部分應該去把這事情要說明清楚 不要造成外界把這樣的事情當成 當成是一個怎麼講 就有那種誤導上的不對 我個人覺得這處理事情好像不是應該這個樣子 你如果出一個白環他就現在 以前要吃兩顆藥 現在要吃一顆新藥 你如果沒有把原本他吃那兩顆會費用去扣掉 說這樣健保的幾乎很多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講法吃醋味的 這勝出就很好玩的東西 如果這個部分 如果法律的訂定 幾個條文裡面是大家可以有公司可以接受的 那健保在擔心這個部分 他應該自己想要去怎麼做 去做評估去做討論 然後去嚇阻這樣的一個狀況去發生 而不是在回歸 反而去討論到條例裡面的內容 我我我我感覺這是有點本末導致了 還有這點說 我不曉得現在前數的新藥 是不是皆有經臨床的試驗 以證明療效安全性及有效性 這部分當然要特別去明定出來 然後那我們這次的宣法 是不是跟國際的法規有一次化 以至於可以達到鼓勵產業投入前數 較高階的這樣的一個領域發展外 更有利於跟國際接軌 這個方向還有在這條裡面 是不是已經有定得很清楚 然後未來的執行 是不是照這樣來做 那再來就是說 在 副署長有到啦 應該副署長要說明一下說 在同一個法案 那同一屬 分屬不同單位 卻有不同聲音 這個有時候很奇怪 好像好像政府機關真是 人手一把信 各吹各得掉 這也很奇怪的 一個政府的一個體制 所以我覺得 也有健保局的官員說 此條例中 也對很多的信用 定義非常寬鬆 光是幾戶 就剛才我講的 一人要增加到 一百多億的支出 那恐怕成為健保用品的 這樣的前坑 這部分就是要請健保局 要去說明清楚了 怎麼去造成這樣的前坑 你有沒有抵扣 他們原有藥用的 藥物的費用 簡單啦 我在 因為 原本要來這邊做質詢 現在 就表達一些意見 以上